说到这个新港区烟海拥地的蚵仔开始在大出路 加上今年气候很稳定 减了放在兼营塞的环境 这部的蚵仔的品质和素量 都是这几年来最后有一个 三个介绍是为其一代金200块钱 新港烟海蚵仔正是今年新三国 今年因为气候相对问题 没对到放在下是航海定影响 今年素量与品质 可以说这六七年以来最好的一年 因为这几年都比较不好 因为外面有做工程 或者是像去年啊 就是藻类大爆发 有没有 玉藻 所以收成都会比较不好 今年比较稳定 我们的口感会比南部扎实很多 比较不会吃起来烂烂的这样子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都会有晒日光玉 他像他吃水 净水的吃大概 大概维持在八小时左右 在上次自小孩就带着爸爸 做会到海里做事 所以对他来说 插蚵仔是他的幸福 比较后正是到你吃蚵仔的事件 新年来总是遇到好修行的日子 但是有钱也带不到破蚵仔手 当村严重都发生为上疼痛的问题 这也要有基础的 不是大家都会教的 现在蚵仔理财修啦 还是育苗都不是问题啦 最主要就是蚵仔要破蚵的人口 就是已经老化了 再加上年轻人不愿意去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所以相对的 我们现在会养殖的就是越来越少 就相对的就不太敢养这么庞大的数量这样子 新港蚵仔采取在白的白瓜方式的荣食 随着海水在楼 磕楼 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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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too-to-to-by-so 新港蚵仔采取我们的 kısm Welcome the 新港蚵仔采取节 cost 未经许 ..